在资深艺人林松毅的演唱下 让现场长辈们相当开心 由台东县政府举办的岁末节庆联营活动 为请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办理 号召了资深艺人林松毅司马玉娇等艺人 共同在12月24号下午来到柏林养护中心 县长黄建廷特别前往感谢这些艺人带来欢乐 让所有的阿公阿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佳节 在圣诞节这一天一直到跨年元旦的前夕 我们特别安排了魔术师的表演 还有很多的资深的艺人来到台东 预计要到五个老人安养 还有我们木星智能发展中心 去慰问我们的愿民 我们的乡亲 希望在圣诞节跟跨年的这个时候 能够为他们带来欢乐 也期待老人家还有我们的这个愿童 在所有的安养的机构里面 都能够受到最好的照顾 也能够很开心的过每一天 我们要特别也欲请所有社会大众 一起来关心我们台东 每一个地方的弱势的乡亲 让台东是一个更有爱的地方 也祝大家圣诞佳节快乐 县长黄建廷特别前往感谢 这些艺人带来欢乐 这次县政府邀请的艺人团队 包括有魔术师年利人到五个安养机构 希望让长辈们欢喜度过圣诞佳节 东台宣众部政务林婉珍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